我家的衣櫥 放了很多的乾燥劑 除濕劑 可是我的皮衣 還是整間都發霉 對 我也是百思不解 對啊 為什麼放了這些東西 其實還是會發霉是 我錯了嘛 那你怎麼除呢 那你直接送洗嗎 或是這些有些皮包有一些 我會用一些油的東西 稍微去擦它 油喔 油 就是除霉的那種 我會很高興 我會直接用那個 擦皮膚的保養油 可是不是保養嗎 你這樣給它保養 放在裡面讓它繼續長 對啊 剛剛專家就跟我說 他說那個是養分喔 對啊 不是要先把表面鏟掉嗎 對 我不曉得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比較沒有那麼了解的話 我們就會想說 哎呦 我發霉 那我們這個皮革 是不是用油把它擦掉就好了 結果好像都是失敗 其實我們都覺得這樣擦 好像會一下子看不到對不對 結果又長起來 它是不是就生根 就是更壓下去之類的 對 其實基本上如果說 一般我們看到 像我們以 我們現在就是用道具去模擬它 發霉的情況 就說正確做法 正確做法 就是說你真的在 你要自己家裡真的有發生 發霉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塑膠袋把它套起來 然後到陽台去或戶外去 去進行除霉 要戴口罩嗎 要戴口罩 因為我剛才有講過就是說 如果你沒戴口罩 你這樣清的這些包紙 是數十萬的包紙 你就是會跟它 對 散開了 散開然後你慢慢的把它吸到 你的體內裡面去 如果說這時候免疫力不好 那就很慘喔 對不對 對 會覺得不舒服 都有可能性這樣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們遇到發霉的時候 我們應該用一個塑膠袋把它裝起來 到戶外再去做處理 對 那我們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可能就像鞋子一般發霉一定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鞋帶 那基本上鞋帶也是它養分之一 還有我們的車縫線 車縫線這些也是它養分之一 因為線它本身有油 所以它會比較容易去發霉 我們一般大家拿到 都會去拿刷子這樣去刷 來回刷 那基本上你這樣來回刷的話 你本來就是在這邊是有發霉的 到最後你把黴菌帶來這邊 整個都 又怎麼又帶下去 所以叫局部喔 局部所以我們比較一般會建議大家就是說 我們去拿一個吸塵器 比較小的吸塵器 它是由它吸力比較強的 然後你先把你看得到的黴菌 先把它吸起來 先把它吸起來 它就會在吸塵器裡面 那把它吸完之後呢 你在吸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可能不是吸得很乾淨的時候 這時候你先再拿個小刷子 去把它 再把它挑起來 你把它用起來 到最後就是在用吸塵器 再重新把它 把它 吸完 弄鬆 你把它吸完之後呢 你也覺得說 其實 OK 之後 這時候 你再去拿一個袋子 那袋子的話 我們不要拿一般垃圾袋 我們最好都是拿透明的 或者是能夠有框可以造進去的 透明夾鏈袋可以嗎 夾鏈袋可以的 就看得到的就對了 看得到 然後你完之後呢 順便上有在賣一些掛卡 或者是什麼東西 有防美的 你就把它就像這樣子 把它丟進去 封起來就可以了